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們在這裡要跟各位插播一個最新的 有關於疫情方面的消息 在兩點鐘的部分的 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當中 宣布了在今天台灣的疫情更嚴重 那麼在今天增加了160名 是的 160名的盆土確診的數字 同時還增加了244例的境外的 這個部分的確診的個案 那麼可以說是雙雙創下了今年的新高 那麼疫情的失控 各位現在其實已經進入了 有關於清明級的連續假期 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們在今天已經看到確診的數字這麼多了 請您特別要注意 那麼在這一段 我們同時也要歡迎 同時加入我們的評論嘉賓 部分資深媒體的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麼在這一節 我們要跟各位來一起來談一下 在昨天 明明是清明連續假期 都知道其實在南北 包括台鐵跟高鐵 都是最運輸最尖峰的時刻 可是發生了意外 這就在高雄地區的部分的東南水泥 發生了他們的這個拆除工程 這個高達52公尺的 這個舊的部分的水泥槽 在拆除的過程當中 竟然出現倒塌 在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原來它就是一根 這個部分的鋼欄的部分 這個支撐 所以它整個據說現在施工的方式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 就是這個倒塌的部分的過程 而且原來還有一個工程人員 幸好跑得快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的危險 不過它影響所及 這個倒塌當中壓中了 壓到了在旁邊的部分 跟台電的變電的所在的地方 所以直接影響到 我們剛剛講到 包括高鐵跟台鐵 這個部分的電力的運輸 那麼中斷影響了12萬人 那麼高雄時政府跟包括現在 包括刑事方面 也都同時是在偵查 在調查 這個施工的單位他們的狀況 而且高雄時政府要重罰207萬元 剛剛提到有12萬名的旅客 受到的部分的影響 不過索性這一次的部分 沒有到目前為止知道 沒有人員的部分的傷亡 當然講到東南水泥場 其實不陌生 你一定有一個印象 感覺起來好像都有發生 不少的社會事件 事實上在早前也曾經 他們發生過 這個活埋工人的部分的工傷 我們看看歷來 其實你果然是記得的 在過去兩年間 曾經違法達到21次 而且這當中 在社會新聞當中 有普遍報導的就有這麼多 除了昨天我們看到這個部分的 電力倒塌之外 在2021年的部分 11月的時候 也包括在男子拆除的時候 有怪手司機 剛剛講被活埋 另外在2012年的時候 同時也都發生了工人的墜落 還有水泥草檢修的時候 又有一死二傷的工人掉到 剛剛講的這個草裡 不過這裡頭主要還是提到是 這裡頭的部分 東南水泥場的前任董事長 前任董事長 當然現在也是曾經擔任過 包括高潔的副董事長的 陳敏賢 那麼這一位 他在阿扁時代的時候 他也是總統府的顧問 可以說他的這個政商的網絡 在南部地區是相當受到矚目 或者說相當受到爭議的 因為在早先 我們都知道現在高雄市長 陳其邁的父親 也就是前總統府秘書長 陳哲南跟他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在當時曾經因為有關於外勞仲介 是不是在這過程當中獲取了不當利益 曾經引發了一個相關的弊案 而且還涉及到當時陳菊所在的 陳時執政的時候的高雄市勞工局長方來進 陳其都是在這當中 這是一個從2005年開始相關的案子 甚至當時陳敏賢要求說 要傳陳菊來作證 而且提到陳菊 陳菊在2005年的時候 在接受大華新聞部分訪談的時候 他也在當場曾經說 確實有有利人士 為當時的外勞仲介 花盤仲介來撐腰 提到陳敏賢跟陳成楠的關係 當然最多的最大的 也就是當時在阿扁執政的時候 被爆出他們曾經同遊濟州島的 這個部分去賭博 而且因為被拍到的照片 當時引起政壇的軒然大波 而連帶的有各方面的部分的 他的效應 不只是在陳正南 在當時跟陳敏賢 以及我們講 後來在2006年的時候 因為太勞的部分暴動案 也影響到包括陳菊跟陳其邁 都為此同時請辭 所以有關於我們主要提到的部分 是這個東南水泥場 在高雄地區的這部分的政商關係 當然在2021年 在陳其邁擔任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曾經提過 他要打斷半坪山旁的46米煙囪 那麼迎接 讓高雄的這個門戶 也就進高雄的時候 的這個市縣 天際縣能夠有一個脫胎換骨 當時他提到的其實就是東南水泥 海濱東南水泥部分的政商關係 這一次雖然不能說他是有弊案 但是我們 就使我們聯想起過去東南水泥 其實政商關係 竟然是這麼樣的雄厚 但是這一次的這個施工的意外 感覺起來 那麼高雄市政府現在說 他是施工當中是改變 不能說通通檢調 他改變了工法 所以這裡都要有所處罰 這個部分應該是當時 我都記得是當時社會跟政治案件 最大的討論對於陳其邁跟他們父子 其實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張照片 當時就是由櫃檯 在這邊搞出來的 那個時候還是故意引他們上鉤 一開始先講說你們有去賭博 然後趁那個就是上班的時間 沒有正式請假 然後跑出去賭博 然後那個陳其邁他老爸稱真 他一開始還一直否認 沒有... 然後都有崩這張照片就出來 其實他們手上早就拿到這張照片 就故意在等你上鉤 等你們全部都否認的時候 就拿出來給你看 沒錯 所以就是從這張照片開始 阿扁開始倒台 從此以後就 阿扁整個聲勢就往下跌 到最後就結束了 所以這張照片對台灣 算是影響非常大的一張照片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東南水林這一家人 他們過去的這種公安的 這種亂七八糟的紀錄一大堆 對 你看你們這邊也講 兩年就違法21次 那這樣子的廠商 他在做其他的 不管是工程也好 或是其他相關的東西也好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更盯得更緊才對 第一個他要做這麼大的工程 一定要提出相關的計畫報告 對不對 那你們要核准 核准他中間如果有變更工法 請問一下 他在做這麼重大的工程 你們都沒有 公家單位都沒有派人去監工的嗎 都沒有去視察 都沒有去看的嗎 他改變工法你也不知道嗎 所以你現在出貨的事 你去重罰他 重罰是一回事 問題是你們都沒有任何責任嘛 好像講的一部都是東南的事情 他惡激烈刑招出 那過去旅券不改 那請問一下 如果旅券不改的話 請問你們這些工家單位的人 都不用負責任嘛 工人員這麼好當啊 就是每天說 叫你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你不做我也沒辦法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你們都不用負擔任何責任嗎 公司政府不要去查 中間有沒有包庇 對 是不是有人刻意讓他過關 是不是有人明明知道 他已經更改了工法 可是沒有上報 這個東西你們都不用去查了嗎 就這樣讓他就過去 罰幾個錢就算了 今天是運氣好沒有死人了 對 沒錯 結果如果死人就怎麼辦呢 這個是影響到高鐵的東西 大家都覺得只要罰幾個錢 就算了 罰個幾百萬就沒事了嗎 東南水泥會怕你罰幾百萬嗎 他多少年前就已經不怕了 現在還會怕嗎 沒錯 他招待陳澤南出去 也不只幾百萬了 我講實在話 對 所以你們用這種解決方式 就是雷聲大雨連小 現在因為事情在風頭上 把幾個基層的這些工人 然後寒送了或是移送了 那又怎麼樣 那又怎麼樣 等到事情過了沒人記得就算了 就出來花點錢就結束了 台灣每一次都是這樣 如果這次又這樣處理的話 下次同樣的事情一定會再發生 那我也覺得不要因為東南水泥 跟你們整個民運黨關係這麼好 大家就想這一隻眼 閉一隻眼 蒙過去就算 我覺得越是這樣 民運黨如果你要至親的話 越應該查清楚 陳其曼如果你認為 你之前因為你父親 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的話 那這件案子你更要查清楚 把它查個水落石出 陳秉賢已經死了是沒錯 可是問題是 現在還是陳家的人 在組長東南水泥 沒錯 這一家人就是從半平山起家的 那他們中間 他每年就是一大堆的 這種違法的事情 你們為什麼不趁這個機會 一次把它查清楚 讓他以後永遠不能再犯 是 其實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部分 有關於早先 這個有關於太陶仲介案 這裡頭剛剛要特別提到 這2009年的時候 其實全案定業了 這個案子其實已經結束了 沒有人受到刑事的部分責任 當然這裡請教小新 我們雖然在東南水泥 他是個工商意外 可是就像過去 太魯閣事件的那個部分一樣 我們也會發現到說 每次如果有一些工法 或出一些意外的 造成一些死傷 當然這次很幸運沒有死傷 可是 是一個看似的一個簡單廠商 背後跟民進黨 無論中央跟台鐵 或者在地方 跟包括陳家的部分的關係 難以想像的密切 所以其實這裡頭 不得不說 在其實我們看到 在每次很多民進黨執政的環境 中央或者是地方縣市上當中 任何一家 不要說小小一家 任何一個部分工程 背後的這種深刻的政商部分的 脈絡關係 深不可測 確實 你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這個公安意外 它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你卻沒有避免的話 當然這個責任就非常重大 對 舉這一次東南水泥的事件來說 其實他這次的施工 是沒有按照施工計劃 而且他之前也才被開罰過 再加上他們今天高雄市政府 就到現場去機查了 因為民眾都非常生氣 他們只能去機場 一樣有違規的情況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為什麼高雄市政府 他們委託的這個廠商 會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開罰 然後不去改善 就你要嘛是你執政能力不夠好 你陳前脈管不住這些廠商 所以呢 雖然我已經開罰了 可是呢 我就覺得罰就罰 懶得理你 然後繼續這樣子搞 引發了嚴重的公安世界 又或者是說 因為這間公司呢 他有很優勢的一些背景 比如說以前他們的前董事長 跟陳澤南的關係等等的 這一些過往的歷史 使得高雄市政府 對他們只能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我們當然希望不是這樣子 可是就是這兩種嘛 你一定會選一種嘛 難道是說 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事情 但他們都不去處理 然後發生意外之後 又跟我高雄市政府無關嗎 不可能 因為你作為一個首長 這些事情 你就必須要概括承擔 因為你就是這個執法者 你就是在前線第一線 要去管理好這些包商的人 所以像以前 我們在台北市這邊好 那大巨蛋也有發生過公安意外 也是一樣啊 柯文哲要負責啊 你是市長你就要負責嘛 所以你看到這家東南水田廠 他不是今天才出事 先前已經被開罰 出事以後 再到現場 警察仍然違規 那我們就很想問了 到底是這家公司 他的背景夠大 八股夠硬 還是因為你陳其邁 現在執政不利 你根本沒有辦法管住包商 如果是這樣很嚴重 代表其他在高雄市政府 接你標案的 做工程的 是不是都有違規的可能性 你到底有沒有對大家去做 嚴格的稽查跟執法 如果在高雄做事都是這麼鬆散 那公安意外 我來抱歉 我怕不會只有一樁而已 沒錯 但這裡頭 我們這裡要繼續請教小青 這裡頭 其實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陳其邁先前其實在宣稱 在先前有關於高雄這整個門戶 也就進來的時候 都知道進高雄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很高的這個煙囪 他說說在兩年後 其實脫胎換骨 感覺起來 他是要處理東南水泥 這個部分等於是東南水泥的部分 至少在景觀上當中是要有所改變 可是就像你剛剛講的 其實在東南水泥就是在查 先前他在這一次 這一次的這個拆除舊廠的部分 這工程裡頭 已經出問題了 已經開罰 為什麼已經開罰後 他們可以完全無視 這個部分的奧秘是真的 這個確實是這些廠商的風氣 還是真的大家有一些 因為我們剛剛講先前 都還是跟個勞工局早先 這個案子當中 還是有所勾結 有沒有一點官商勾結的味道在裡面 這個會讓大家很擔心 因為雖然比如說陳敏賢 他們不是現任的董事長 但就像賓哥所說的 那他們家族長期 包括跟這些政府部門的關係 一定都是保持得非常不錯的 那所以說會不會因為 就是說有關係就沒關係 才引發了公安相關的意外 那這件事情要由誰來查 就是說就算你以前過往的關係 歸過往的關係 但現在的關係是怎樣 我們在這邊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如果沒有人去追查的話 那真相就沒有辦法浮出水面 可是我覺得即便是在 你說都沒有關係 我們都是秉公執法的狀態之下 其實這是顯示了陳其邁 他的問題更大 為什麼呢 因為你作為一個市長 你連一間的公司他們的包商 他有沒有去按照施工計畫去進行 你都管不住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